一開始就來看到呢 其實中美的博弈 在軍事上的這一塊 就要比拳頭了 那尤其是中國大陸呢 福建艦 真的要海事之後 就會邁入三航母的時代 將軍怎麼看 因為呢 中國大陸國防部發言人就說 福建艦目前正在進行細博試驗 後續會按照計畫 穩步推進建設的項目 這個已經是官宣了 正在細博 下一步就是海事了 那細博的試驗 主要是對上四機一爐 包括主機 輔機 矛機 還有呢 墮機 還有呢 鍋爐等等的 來 我想問一下將軍 你怎麼看細博很重要 細博 當然大家說 靠到碼頭邊上在搞什麼 事實上他要搞的東西很多 船要能有動力是不是 主機 你主機運作是不是很順暢 產生各種 共振的條件是什麼 傷害是什麼 主機的消耗 油耗 主機的輸出功率 這都是要經過相當個時間跟測試 才能掌握的 第二個 普機 這個船上很多電力發展系統 它不能完全靠一個鍋爐 所以它那種 備用的 像雷達要用的電 對 對 對 像這個還有操作的水壓系統 油壓系統 它也要有一個輔機 對 那麼下面就是毛機 你知道 全是大型的軍艦 它尤其是幾萬噸的 像這個八萬噸的 六萬噸的 它的毛就很重啊 對 因為要不然你抓不住地面 拖不住船 船就沒有辦法在海上停泊 對 所以毛機 我們看電影都知道 那個鐵鏈都是比 比我們的小腿還粗啊 對 重量就很重 那舵機就不要講了 一個船能不能左轉右轉 就看方向舵 對 方向舵的操縱也是要經過測試的 那最後當然重要 你今天不是核子發電 核子這個產生動力 那就燒鍋爐 對 蒸氣機主要就是靠鍋爐產生的 所以靠港的時候這些東西 基本功能全部要測完嘛 所以這個是很現實的嘛 所以接著就是要海試了對不對 海試啊 它也分好幾步了 第一步還是你現在看它這個 都在做這個電磁彈射 對啊 因為這條船的成敗就在電磁彈射 因為已經要脫離了以前 所謂用滑跳的方式 對 讓它的艦載機有更大的載油量 載彈量 那這個飛機才能夠飛得更遠 帶的武器更多 所以電子彈射跟這個滑跳取飛是 對作戰的戰力來講很有用處 但是電子彈射 根據美國的經驗常常會失敗 那我們等一下再談 那麼它現在測什麼東西呢 它現在叫靜態測試 對 就是原來你要送出去的是飛機嘛 但你不可能拿一部戰機來做試驗嘛 對啊 掉下去就毀了 推不動不去掉到海裡去了 推太重戰機可能腿斷了 對啊 所以這個它一定會用 各種你看那個紅色小車 小紅車 小紅車 那個小紅車擺了一大串 以前看不出來是幹什麼的 對啊 好厲害 現在看出來 它就等於是一個測試用的重量測試 你F35 多重 多重 那些空頸 空頸600 那每個飛機重量都不一樣 它是不是要準備很多個 不同重量的小紅車 就是說我這個可以彈射什麼樣的飛機 F16 F35 這個空頸 這個預警機 對 那就要靠不同的測試測出一個基本 這個飛機要能夠起飛 它起碼離開這個甲板呢 它要有這個時速要超過200海里以上 200海里上它是飛機的這個升力 浮力才能夠起來嘛 你沒有這個浮力升力 就是說你彈射的速度不到這個的話 它掉下海裡 對 沒錯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說 還沒有拿正式飛機測試以前 各種數據都要搞得很清楚 你才敢到下一步 真正的飛機來測試 對 所以它現在 這個彈射的距離就 現在不知道我們也不知道 這個重量是多少 彈出去的初速是多少 當然根據科學物理可以計算 它被推出去這個小紅車 到了100公尺的距離是幾秒 那麼就回過來倒回來換算 它的推力有多少 對 這個我來補充一下 然後請將軍再幫我們解釋 這什麼意思 因為來看到 你看看小紅車它被彈出去了 那它有一些專業上的分析 說這彈射距離大概是 掉入這個地方 距離福建建大概是100公尺 這個距離 那初速大概是每秒54公尺 這個講的是 如果你是三個彈射器當中的 兩條 比較前面的兩條彈的話 也許它的初速是54公尺 但你如果是用第三支的彈射器 彈射距離比較遠的話 這樣子能夠彈100公尺的話 那換算出來 每秒是100公尺 那其實是非常的快了 為什麼呢 這很重要 因為美國也有 福特級的彈射的初速 大概是每秒28到103公尺 如果是用這個第三條彈射器 彈出來有100公尺的時速的話 每秒有這個100公尺的速度的話 等於達到福特級的彈射的上限 我們都知道這個電子彈射 美國研發比較少 但中國大陸有後發的優勢 對啊 因為福特也經過多次失敗的經驗 才找出現在這個還能夠執行作戰任務 那這個福建艦大概早就看到這個問題了 所以一開始 它就採用不同的電流系統 等會再談這個中壓直流跟交流 中壓直流跟交流的問題 那既然談到海事 那下一步科目是什麼對不對 那它要逐步逐步來 岸上的搞完了到海裡去試 海裡試主要就看這個動力跟操控 因為海上你航母的這個速度 都要能夠到了28節到32節 那這個速度才能夠達到作戰目標的 它這個趕去趕回來的時間 第二個它的速度快慢 跟這個迎風面有關係 航母飛機要飛的話 它是逆風來守 這樣的話就增加這個飛機出去的時候 吃到的這個風阻的力量更大 所以它是不是需要 家族馬力往前衝的時候 讓飛機起飛更順暢 第二個就是控制力 因為老共這次搞的這條船 最大的特色這全部是電控 雷達也靠電 操作也靠電 它這個電控啊 你直流加壓的這個發電機 能夠輸出多少功率 能維持多久 你不能說一次放電完了 還要再充電再來 那這樣怎麼打這樣不行 所以這個第三個就是 船上所有的操控系統 操作雷達啦 操作舵機啦 操縱這些 就是你靜態試驗的 毛泡測驗的東西 到海上看行不行 對 因為海上有風有浪 這個船的穩定性啊 能不能經濟這些 幾級風的這個影響 因為你產生大風大浪的時候 船本身是處在一個 不定 這個不是穩定的狀態 那不穩定的狀態裡面 每樣東西都能夠運作 對不對 當然人一定是昏船嘛 但人昏船沒關係了 它還可以動 機器如果出生問題就不行 比如說你每一個重量的機件 下面是不是鎖得很緊 不會位移 所以這些問題還測完了 還要測什麼 高速轉彎 因為航母在遭受到敵人魚雷攻擊的時候 或者是空中的導彈攻擊的時候 它必須採用大角度急速的回轉 來爭取一點點被擊中的誤差空間 你看一時大戰二時大戰的時候 每個船都有這個項目 尤其你看二時大戰的時候 看到因為魚雷上來有個痕跡 水面上會有浪花 所以那個時候都看到什麼 右蠻舵左蠻舵 就讓這個船能夠 轉個彎 最小的半徑裡面很快轉過來 那麼這可以避免敵人的攻擊 所以這個高速轉彎它要做 那最後一個就是 我航母上裝了所有的作戰武器 防空火炮 防空的導彈 這個還有其他的這些作戰的科目 它能不能夠如預期設計 所要達到的目標 它是不是能夠達成 這就完成一個叫技術測驗 是 下面還有作戰測驗 就是時兵的對抗演習 所以這個這樣子看估計呢 一般估計可能到2025年才能夠正式 完成所有測試編到解放軍的海軍裡面 叫作入列了 對 那可能要還要一年多 對 那整個看起來已經算很快了 很快啊 那這也是代表怎麼樣 是三航母的時代來了 第一個待會我要問將軍 三航母它有什麼樣的意義 還有包括因為中國大陸 研發是後發優勢 後發先制的關係 所以呢 被講說這個電磁彈性的技術 比美國還領先十年嗎 為什麼呢 來看到是說 中國大陸採用是中壓直流的這個技術 美國是中壓交流的這個技術 好那根據呢 測試來看的話 中國大陸每彈三千次 沒有一次的故障 但是呢 福特級的航母被說 彈到四百到六百次 就會發生故障 難怪之前一度就好久好久才呢 都沒有辦法形成戰鬥力嘛 2015年的時候呢 其實美國福特號 就已經進行了 這個電子彈射的試驗 你看小紅車也出來了 但是中國大陸 現在呢一次就成功 一次就被網友捕捉到 這個小紅車成功了 大陸呢在福建出來之前呢 其實航母在2012年的時候 遼寧號才服役 對於美國是1922年的 蘭特號晚了90年 但現在追趕的速度很快 首先我們講 它三航母能做些什麼事 有些什麼功能 對 我們都知道航母 出去搞上三四個月 就要回來維修補保 人員也要休息了 所以三航母大概 能夠最大出動量 也就是兩條 那三條一起出來的話 就會造成某一個時間都中斷 一條都沒有 那兩航母來講 它是兩個功能 一個在飯台作戰裡面 它主要是攔截日本那邊 下來的美國的這個軍艦跟航母 南邊呢就在巴士海峽那邊 可以做一些就攔截的功能 讓中共的巨子作戰呢 能夠得到航母的這個加持 就是把巨子的距離 空軍打擊半年再往外升 但是在如果在台灣的這個 中間跟東北邊的那個時候 有個叫戰略要域 那個位置很重要 它如果在那邊的話 既可以拒止北邊的 靠北邊的 北邊的人家航母進來 或者人家的軍艦進來 它飛機可以起飛可以打氣 它可以鎖住台灣的這個 蘇柏運動 台灣的海軍 因為知道盾位小戰力比較 防空能力比較差 對 多少年來一碰到這個狀況 通通要到日本海 在太平洋裡面去蘇柏 對 蘇柏一下 講得好聽叫蘇柏 講得不好聽 它是在保全戰力 對啦 保全戰力就是說 不參加這個戰爭 將來可能是第二級的時候 再來用 那這個一條航母 在我們的東北角那邊 站的位置 我們的海軍就出不去了 就是沒有辦法去東北角 你基隆出去的跟這個 宜蘭那些 不是宜蘭 就是蘇澳那邊出來的軍艦 通通被鎖住了 全部在它空軍打擊 在南邊就是巴士海峽的 警戒問題 如果說不是拒止中共的武統 那麼有兩條船 也可以擔任南海各島鏈的安全 因為每個島雖然有防空飛彈 有機場有飛彈 但是因為島跟島的面積 面積很小 距離很遠 它必須要航母在中間巡役 才能保持南海海上思路 那一段距離的安全 那麼後面那一段還有問題 後面那一段問題 就是要看印度的發展 跟中國的後續發展 那麼中國大陸起碼要有個八條十條 才能夠打通一帶一思路 這個海上的 因為中國大陸現在佔的優勢 就是說美國航母雖然多 但是能夠到 來這邊的 這邊的數量不多 不多 所以它也佔了 中國大陸佔了這個地緣戰略的優勢 賭場優勢 但是中國大陸要把自己的勢力發展 到地緣戰略之外的地方的話 你需要的航母數字就多了 對 所以我們估計大概它最少要個八條到十二條 所以中國大陸怎麼樣 現在有三航母的時代 但將軍的意思就是說 這三航母足足可以對的是台海的問題 比如說在台灣的東北部 還有南部的地方 其實就把台灣整個 切斷了一些持緣的一個能力 還有台灣去細薄的這個能力 所以以前我們都說有戰力保存 然後可以到東北角那個地方 船艦的部分 然後還有很多戰機 是弄到台灣的東部的地方 比如說花東 加東基地等等的 但是如果他也擺在那邊 你其實也會被打擊到的嘛 所以就是台灣的東邊也會受到影響 那美國也不會來持緣嗎 因為中國大陸能力越來越強了 那另外尤其是福建艦這個出來之後 也讓大家看到 中國大陸造船能力是美國兩百倍以上 那同時能夠具備造航母有二十五艘 因為他的這個船屋非常非常的多 另外再來看到其實也可以看到 中國大陸的軍機跟美國都可以對標了 殲35對標F35C 空警600對標是E2D 然後呢彈射型的殲15T 對標美軍的F18EF 還有呢D的部分 可以對標是咆哮者電戰機 然後呢其實殲35說 今年年底就會跟大家見面 然後有三大優勢 因為他有後發的優勢嘛 第一個呢換裝窩扇15動力 來到了推力2.5馬赫 然後呢彈化加了雷達 以及他可以發射非常厲害的空空導彈 霹靂15 這個是射程200公里 這個啊 首先講 它這個電力系統採用中壓直流 因為傳統美國的前線都是用交流電 所有交流電發展到極致的時候 它在福特號就顯現出它的問題了 它每300次呢會有一次故障 最多呢600次一定會出故障 對 那中國大陸就是彎道超車 我完全不走你的交流電的老路 因為我做的再好 跟你美國也是一樣嘛 300 3千次 沒錯就會有問題 400次就要出一次 400到600次就會發生故障 600要出一次對不對 它就改用這個直壓電流 對 當然直壓電流你要有很好的理論基礎跟技術嘛 那麼它已經撤出來它幾乎到3千次才出一次 3千次這個安全性很高了 所以飛機得到保障 彈射機也能夠得到保障 對吧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講造船能力 那個Newport我去過 美國海軍戰院也在那邊 我去訪問的時候 Newport的確是美國海軍的第一大港 很多航母西坡在那邊 那麼它這個有一個造船廠是專門負責造航母的 那它還有兩個乾屋 這個船屋 因為這兩個船屋主要是幹什麼呢 你這麼多在海外執行任務的航母要回來維修補保 要寄望在這兩個船屋 那中國跟美國比較的優勢在哪裡 中國造航母就有兩個造船廠可以做 它但是屋有25個 那換句話說 它這個屋是靠什麼商業造船業發達 所以它的屋很多 屋多啊 就算將來中國大陸弄個12條航母 它也有地方去維修補保 美國現在最大的困境就是說 這麼多在放在海外 四洋大海裡面這麼多航母 都要輪流回來 修理啊 維修啊 中國人喊它叫趴窩 那個雞要生蛋 它要孵到窩裡面 那你只有兩個窩 那你怎麼夠呢 對啊 對不對 這就是問題了 對 所以呢中國大陸為什麼造舰能力那麼強呢 因為它商用的已經現在把韓國給幹掉了 所以呢 軍民兩用的這些東西 船務非常多 跟美國相比真的差太多了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連痕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要食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何外的選控 請坐下 請坐下 請坐下